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做人请将经比心。 听障舞者林静兰昨在脸书粉砖林静兰听障舞道团使出,近日发现有有新人士会私讯语音讯息至该团的粉砖,在观看舞者收到讯息后会有什么反应,让他感到难过,看网友能站在身障者的立场思考。 林静兰昨晚在脸书粉砖PR出一段影片,透过打手语潜谈语音讯息,他表示,近日该团脸书粉砖陆续会收到一些网友传来的语音讯息,不过舞者收到后都感到莫名其妙,我们都是龙人,怎么听语音讯息呢? 便回应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到,是否可以用打字的方式呢?之后对话就无下文。 林静兰表示,事后有人向他透露,资讯语音讯息给舞团的网友一次是恶作剧,只是想看听障舞者在收到后会有什么反应,网友看到舞者正经的回答后,甚至还向其他人说可以多传语音讯息给他们,恶意行禁令林静兰感到心寒。 林静兰指出,在得知网友的意图后,网后舞团收到任何语音讯息都直接删掉处理,他希望网友面对生长者时,能够将经理心站在生长者的立场思考。 影片末段林静兰也将字幕拿掉,并询问如果这段影片不放字幕,您能看得懂吗? 呼吁网友面对生长者不应嘲笑、霸凌,而是该拿出同理心帮助、相处。 林静兰也 补兴,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是需要我们关心的,先前的恶作剧行为并不会追究,不过之后若再接到语音讯息,会保存账号、对话记录,交给律师处理,不排除向法院提告。 林静兰,2009年他成立林静兰听障舞蹈团,多次受邀工艺演出,该团的舞蹈艺术也深受国际肯定,2015年林静兰曾获得世界欧亚听障选美亚洲区冠军,为国争光。